字幕提供 以我在賣垃圾這麼多年的經驗 這條陷於至少值3億 現在只叫你拿個有死亡症的凍獄債 就有3億了 不好意思,我借你這件凍獄擺機 你不出聲就當答應 怎樣?這樣OK?上街吧 別胡說話,快看凍獄在哪裡 對,第一套電影 也是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要男主角 第一次Divider 第一次要台主 是不是第一次要台主人周圍走 對,台主人真的走 還沒去到一半 我想應該有三成次 因為都挺主題的 講述我如何處理 就是那個屍體 他們也找人做了一個 很憎恨 很像本人的一個道路 但還是有點床 但還是有點床亮 所以還要在一個夏天 沒有冷氣的學校 是挺辛苦的 那你都可以受了很多 其實不是的 相對上 因為吃宵夜更多 所以 一定要吃牛肉 對,我記得當時是 每天都 幾點鐘開始 我記得我們大概是 我可能是四、五點開始拍 到凌晨四、五點 所以一定會吃一頓 下午、晚上 宵夜 有時候還有一頓糖水 還沒計算你應援那些 對,還沒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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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援那些果本 芝士蛋糕 煙窩 那些還沒計算 所以反而是肥了 可以 是的 是你出場的時候 動作場面 怎麼為之動作場面 又不算多動作場面 我想它唯獨是一個動作場面 我自己覺得最危險的 就是在三樓跳下來 是的 其實我自己寫劇本的時候 我想三樓也不是很高 但是到現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三樓也挺高 我就叫上去 我說 MC頂住 但是呢 那一刻我就尷尬了 因為凌文童在旁邊 為什麼你不問一下我 其實我不是偏心的 我一直想 始終有點害怕 但是當我再跟她說的時候 她跟我說 以前我三樓這樣爬出去 你真的不用害怕這些 為什麼三樓爬出去 三十樓爬出去 三十樓爬出去 什麼事 你不幫我試試 三樓這樣爬出去嗎 你那時候告訴我 你是有做過冷氣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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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曾經 在未出道之前 我有做過這個冷氣 要維修工的 是的 那還沒有去到三十樓的 我想不算很高 可能六七樓 我都會 在外面負責 不要距離身外 那不是,我也會站出去 搬東西 因為我有 那時候 一定要說話 有 一定要說話 有 我一種很健在 還有其中一場戲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凌文龍和阿葛三個 就要綁綁一塊東西 然後就前進去一個地方目的地 就一定要大家手腳 大家有玩二人三足 大家就同手同腳 但過程中他除了要排布法之外 就要穿很多東西在身上 這樣就不停滴汗 那些手一直滴汗滴出來 那一刻他告訴我 因為我們有很多工作人員 被風扇照顧他 怕死他會暈倒 然後他就說不用了 你不用搞我 以前我做冷氣的 你以為太陽閒閒的 我就說都很喊得下 但那一天我相信 在拍攝裏面是最辛苦的 那一天我算是最辛苦 嘩 我現在仍然很記得那種辛苦 因為我沒有記錯 我們拍攝的前一天 我們好像五點多才收拾 五點多才收拾 第二天十點 第二天十點 對 第二天十點已經要再去排舞 先排完舞之後就穿那些很厚的衣服 然後有那些 那些 那些救生衣那些 這樣穿著 然後總之就很熱很熱 還有帶點手套 總之是失透的了 然後就當空連日 十點一路拍拍拍拍拍 應該是黃 拍到黃昏的 所以那天應該是最地獄的人 這次我覺得像不像自己 你問我呢 我經常覺得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面 而這一面會是無賴的一面 把它演化會極致 我自己很喜歡自己的其中一個鏡頭 其實就是我在一問我家 因為我黏飲黏食的 那他女朋友做過去找他吵架 然後我就在後面做了一個很無賴 做了一些很扭打的樣子 我很喜歡那個樣子 表意子 無賴 有選擇的 不是 大家當我可能是 因為我那次捧著一碗麵 然後就可能 攤得很長 你們看 我很滿意 我真的很滿意 我很喜歡看到自己的樣子 我越想打自己 我就覺得自己做得越成功 那你給這部電影自己表演多少個 哇 我會給自己百分 我會給自己百分 你別這樣說 那我們當然 他就看完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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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當我們看第一次 就是叫我撿好了給大家看的時候 他一看完之後 他跟我說我做得很好啊 我說那你沒問題 我滿意啊 那我說這樣就行了 因為我自己有時很怕 演員做完自己都尷尬 我很怕 可能有些演員做完之後 我都不想看 或者說都尷尬 你不要回答你 如果他自己都覺得 我覺得好 起碼他在享受那件事 他看到在裡面 他那件事他不尷尬 那我自己就心安理得了 那下話就真是 是一個集合了懸疑 公務 以及美女於一身的直播節目 大家是否很想一度 地獄使者的風采 剛才看到的東西 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 我們對望要做些練習的時候 他竟然是耳朵熬了 然後看我看過不超過三秒 然後是令我自己 好像不太害羞 相比起他 甚至緊張得可能會閃避 這個位置很難忘 明天我會想吃 對不起